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姚明面对中国南南杭州亚运大溃败 河北一女子在公交车上唱歌后向乘客要钱 美国在不改变股权的情况下 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计划遭到了反对 在这场外交争端中 崛起的印度向加拿大展示了金钱的力量 共和党议长之争激烈升温 特朗普介入 他的快速球失去了活力 德桑蒂斯讽刺特朗普的年龄 等等 请大家收看 姚明面对中国南南杭州亚运大溃败 澎湃新闻 10月6日晚 在中国南南击败中国台北队 拿下亚运会同台后 姚明出现在了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是一个临时的环节 世界杯和亚运会结束后 我们一直没机会和大家沟通 所以想趁着这次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 姚明坐在了发布会正中间 笑着等待媒体们的提问 这是姚明第二次出现在南南发布会的现场 两天前的夜晚 他站出来向媒体道歉 今天我们比赛结果出来后 大家离开得比较匆忙 所以最后离开时 没有按照比赛流程参加新闻发布会 我作为领队是有责任的 两天后 姚明似乎想要表达一些什么 或者回应一些什么 我们能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但对于之后没发生的事情 我没法给出答案 与世界的差距 这是姚明最先回答的问题 每次参加国际比赛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新的东西 看到世界上的这种飞速发展 使我们有很大的紧张感 几乎已经是冷兵器和热兵器的一个转变了 如果对这些我们还没有意识的话 我们会被甩到更后面 但如何从冷兵器时代 走向热兵器时代 我们还要好好回去总结思考 我们和世界的差距 特别是世界顶尖的差距 我们在世界杯中已经看到了 甚至我们在一些亚洲的比赛 比如说日本对男男女男他们的进步 我们也看到了 这对我们来说 也许从成绩上是个坏消息 但是从某种发展上来说是个好消息 因为他们能做到 其实我们也应该去寻找一些 可以学习的经验 关于如何点评教练组的工作 姚明没给出准确的答复 我们教练组下了很多功夫 虽然没有完全完成我们的任务 但是这个团队形成了非常好的化学反应 这个化学反应来之不易 而谈到输球带来的阵痛 姚明强调 这不是主教练和这支球队的阵痛 而是中国篮球与世界篮球距离的遥远 不在乎参与者是谁 而是中国篮球与世界脱轨带来的阵痛 对于网友和舆论的批评 姚明表示是不可避免的 生活在现在这个社会 不关注这个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我知道 大家叫我226对吧 我们需要去听到这些声音 去想一想有哪些是有益的 我觉得可以把我们输掉的比赛 包括两场对菲律宾的比赛 包括之前我们在历史上很多输掉的比赛 包括我自己本人参加2002年亚运会的决赛 如果我们有机会把这些在一个更加开放的平台上 进行讨论的话 也是我们能吸收的营养 也许我们的水平没那么高 但是不代表着我们缺失了什么 只不过我们需要去把这个水平也赶上去 而对于网友诟病的CBA联赛强度不够 联赛无法反补国家队的问题 姚明也表达了自信 我对我们联赛的未来是有信心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很多人 包括在座的各位看到了试点 至少是一部分的试点是什么样的 会帮助我们去把联赛变得更好 蓝鞋的工作也会调整到具体调研上 有很多新的计划 到时候还要请大家多多帮忙 给我们提出很多有益的建议 河北一女子在公交车上唱歌后 向乘客要钱 综合新闻 10月6日 据陕西网白鹿视频报道 近日 在河北张家口 一女子公交车唱完歌后 向乘客索要费用 引发热议 目击者惠惠女士称 这位女子唱完几句歌 就开始问乘客要费用 她说听过的人都要给钱 不给钱拦门不让下车 完了就是说听歌都要收费啊 说下车必须得给钱 车上没人给钱 一位热心乘客 将这位女子拉一旁 她就不敢再去拦门了 另据广东广播电视台 今日关注消息 司机师傅告知乘客们 无需搭理她 直接下车就可以了 在这场外交争端中 崛起的印度 向加拿大展示了金钱的力量 加拿大环球邮报 加拿大在最近的外交争端中 发现很难应对印度 因为该国作为全球参与者的重要性 正在减弱 美国一直通过四方对话 与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的战略对话 与印度建立关系 而一份泄露的五角大楼文件揭示 加拿大的北约伙伴 不再将其视为该联盟的重要成员 与此同时 印度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加拿大 预计其GDP今年将增长近6% 而加拿大的GDP 在考虑债务和人口增长时 则出现下降 它的快速球失去了活力 德桑蒂斯讽刺特朗普的年龄 英国独立报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 德桑蒂斯在一次竞选活动中 批评了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年龄和经历水平 德桑蒂斯将特朗普 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的失败 归咎于特朗普 缺乏再次领导国家的精力 他还利用这个活动 来质疑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持续声称选举被窃取的说法 德桑蒂斯正在采取更积极的策略 来确保获得共和党提名 但特朗普目前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德桑蒂斯还抨击了特朗普 在南部边境修建墙壁的失败承诺 并质疑特朗普竞选活动 筹集的资金去了哪里 乌克兰最新消息 对哈尔科夫导弹袭击的现场反应 英国每日电讯 据电讯报的柯林 弗里曼报道 乌克兰一家咖啡馆遭到导弹袭击 造成至少51人死亡 这次袭击发生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 据信几乎所有在建筑物内的人都丧生了 弗里曼采访了一位当地失去妻子的男子 他对接下来该怎么办感到迷茫 这名男子说 自从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一直在喝酒 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余生 拜登表示 他有可能在下个月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英国独立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 可能会在下个月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期间 在旧金山举行 尽管尚未确认会晤 但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一直在努力安排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 潜在的会晤发生在美中两国在军事建设和台湾地位问题上持续紧张的背景下 自2022年8月以来 两国之间的军事交流一直中断 拜登和习近平的最后一次会晤是在2022年 自那以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 今年早些时候 一架中国制造的间谍气球穿越了美国领空 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汤米·弗利特伍德在邓希尔联赛中一名粉丝留学后道歉 英国每日电讯 汤米·弗利特伍德在阿尔弗雷德邓希尔锦标赛期间 意外击中了一名观众的头部 这名观众名叫安德鲁·萨莫斯基尔 头部流血 但不清楚他是否需要医疗救治 弗利特伍德为这一事件向萨莫斯基尔道歉 弗利特伍德是欧洲在莱德杯赛中的关键球员 但在邓希尔锦标赛上却难以复制他的状态 今年早些时候 在英国公开赛期间 另一名观众也被高尔夫球击中 日历 投资者需要了解下周的情况 加拿大环球邮报 以下是计划于2017年10月9日当周举行的经济事件和盈利发布活动的列表 重要事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和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公布的九月会议纪要 盈利发布活动包括百事可乐公司 贝莱德公司 达美航空公司和沃尔格林联盟公司 拜登表示 与习近平在11月旧金山亚太金河组织峰会期间会面是有可能的 多伦多星报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 他有可能在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金河组织峰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自去年11月两国领导人会晤以来 两国领导人尚未进行过对话 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中一直紧张 尽管存在分歧 但双方一直在努力管理两国关系 包括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会谈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布查克·舒默也计划在下周率领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了姚明面对中国南南的大溃败 姚明在新闻发布会上 坦诚地回答了媒体们的提问 她表示我们需要意识到与世界的差距 学习别人的经验 努力迎头赶上 虽然输球带来了阵统 但我们需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 寻找我们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此外 姚明也表示对于CBA联赛的未来有信心 相信通过改革和试点 联赛可以变得更加强大 接下来 我们看到了一位女子在公交车上唱歌后 向乘客要钱的新闻 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一方面有人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 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这是这位女子的个人表演自由 无论如何 这个故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 让我们思考社会中的公共秩序和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 在国际新闻方面 我们看到了加拿大在面对印度时的困境 加拿大作为一个全球参与者 面临着与印度发展关系的挑战 印度的经济增长超过了加拿大 这使得加拿大在外交上感到压力 此外 印度与美国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 而加拿大则在北约伙伴中的地位受到了质疑 这些都是加拿大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些国际政治和体育方面的新闻 德桑蒂斯讽刺特朗普的年龄 乌克兰发生导弹袭击 拜登与习近平可能会在下个月会面 以及高尔夫球选手汤米 弗利特伍德意外击中观众的头部 这些新闻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和讨论的机会 在接触语中 我想鼓励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问题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姚明的观点有什么看法 你对加拿大如何应对印度的困境有什么建议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的想法 我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突发 麦卡锡考虑提前离职 不再做众议院议员 为什么预测未来可能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工作 儿子来了 拉克伦 莫多克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谁是吉姆 乔丹 唐纳德 特朗普选定的众议院议长候选人 等等 请大家收看 突发 麦卡锡考虑提前离职 不再做众议院议员 政客 根据Politico的消息 凯文·麦卡锡正考虑在任期结束前 离开众议院 这位被撤销议长职务的 麦卡锡计划在下周的议长选举后 结束他的众议院生涯 目的是在党经历大变动后帮助其稳定 在与团队的闭门会议中 八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决定剥夺他的议长权利后 他表示想回加利福尼亚 他强调想要和家人在一起 并认为自己仍是非常幸运的 一些共和党人提议他重新作为议长候选人 尽管不清楚他是否会接受 他们认为只有麦卡锡能获得成为议长的218票 尽管Jim Jordan和Steve Scalise是下周议长选举的热门 但他们可能仍然不够受欢迎 加利福尼亚的共和党议员Tom McClintock 呼吁恢复麦卡锡为议长 并强调这完全取决于是否能及时纠正之前的决策 无论麦卡锡是否留在众议院 他都会继续参与共和党的事务 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再寻求议长职位 并表示愿意为党的事务做出贡献 在澳大利亚使用核能是否可行 成本是多少 悉尼先驱晨暴 澳大利亚正在进行一场重大的能源革命 从化石燃料转向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 该国已承诺削温室气体排放 以应对气候变化 然而 关于澳大利亚能源供应未来的问题 存在激烈的政治辩论 一些人呼吁使用核能作为清洁可靠的能源来源 核能通过一种称为原子裂变的过程工作 其中原子被分裂 释放热量和能量 油通常用于核能反应堆 因为它易于引发裂变并控制过程 虽然核能不会产生温室气体 但反对者认为 储存放射性废料和事故的潜在风险是重大缺点 澳大利亚目前禁止使用核能 该禁令于1999年实施 该禁令是政治谈判和一份报告的结果 该报告发现 只有在征收碳税的情况下 核能才具有经济可行性 然而 一些政治家现在呼吁解除禁令 认为核能可以取代煤炭 并提供可靠的基础负荷电力 澳大利亚关于核能的辩论 是由该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和寻找替代能源的承诺推动的 虽然核能具有零排放和基础负荷电力发电等优点 但人们对其成本 放射性废料的储存 以及建立核能产业所需的时间存在担忧 此外 禁止使用核能 在澳大利亚政治中根深蒂固 使得改变政策 并推进核能作为解决方案变得困难 儿子来了 拉克伦 莫多克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悉尼先驱晨报 福克斯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拉克伦 莫多克将于11月接管他父亲鲁珀特 莫多克的媒体帝国 拉克伦在福克斯的角色中面临着重大挑战 包括与Dominion投票系统达成7.87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涉及福克斯新闻对2020年美国选举的报道引发的诽谤指控 他还决定让福克斯新闻最大的明星塔克 卡尔森暂停上台 并因网络对窃取选举的指控处理不当而受到批评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 拉克伦对自己的数字战略表现出信心 免费流媒体服务 托比的成功 以及对在线体育博彩的投资都取得了成果 在准备接管整个莫多克帝国之际 拉克伦将需要在政治分裂的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周期中航行 同时保持网络的收视率并解决持续的诉讼问题 谁是吉姆、乔丹、唐纳德 特朗普选定的众议院议长候选人 英国独立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支持众议员吉姆、乔丹成为众议院议长 乔丹是俄亥俄州的一名国会议员 被视为与特朗普在总统候选人和总统期间所占据的同一立场 代表了对共和党领导层不满的保守派 乔丹在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因其据称拒绝报告 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执教期间指导的摔跤运动员遭受性虐待的行为而受到审查 他现在面临着与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竞争的严峻挑战 因为共和党寻求取代凯文 麦卡锡成为众议院共和党的统一领导人 乔丹几乎没有立法成就 并且与他所批评的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一样 经常批评自己党派的领导人 乔丹迅速成为保守派媒体中 批评深层国家试图破坏特朗普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在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审判中担任主要辩护人 并参加了于2020年11月5日举行的阻止偷窃集会 美国指控前士兵涉嫌试图向中国提供国防信息 路透社 美国前陆军中士约瑟夫 丹尼尔·施密特被逮捕并被指控试图向中国传递国防信息 施密特最后一次服役的地点是华盛顿州的刘易斯·麦克齐德联河基地 他面临试图传递国防信息和保留国防信息的联邦指控 当局对中国试图获取有关美国军事技术的敏感信息越来越担忧 这次逮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吉姆·乔丹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常驻嘉宾 这就足够了吗 华盛顿邮报 众议院议长候选人 原计划在福克斯新闻台进行辩论 该台拥有大量保守派观众 近年来 该台在选举众议院议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 吉姆·乔丹是在福克斯新闻台上露面最多的候选人 这可能给他带来优势 然而 由于有人认为该台对决策的影响力不公平 电论被取消了 警方表示 Livette Romeswani的车辆定未被抗议者撞击 与他的说法相矛盾 英国每日电讯 2024年 美国总统候选人维维克·拉马斯瓦米声称 在爱荷华州的一次竞选活动中 他的车辆遭到抗议者故意撞击 拉马斯瓦米与抗议者进行了互动 他们对他在美国教育系统 跨性别权益 以及乌克兰战争等问题上的提议表示反对 然后他声称 其中两人撞击了他的车辆 然而 警方表示 撞击车辆的是一名与抗议活动无关的女性 视频录像也没有显示发生碰撞 拉马斯瓦米的竞选团队坚持他们的说法 没有可爱的熊猫 美国生活会是什么样子 华尔街日报 从中国借给美国的大熊猫即将被归还 这给美国的动物园带来了危机 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动物园将于12月7日 将其三只大熊猫送回中国 其他动物园也将紧随其后 从2025年开始 美国将没有大熊猫可观赏 动物归还引发了一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的建议 包括给中国提供射牛或将大熊猫尾装成犀牛 俄罗斯 为什么人们尽管乌克兰战争仍在进行 却选择返回 德国之声 尽管反对乌克兰战争 但许多因此离开俄罗斯的俄罗斯人 现在正在返回 一些人前往格鲁吉亚 以色列 亚美尼亚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 但决定回到俄罗斯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寄居国面临困难 如财务问题和有限的工作机会 其中一些人还感到 有责任回到俄罗斯 并发生反对战争 然而他们仍计划在未来离开 目的地可能是德国和巴厘岛 马特 盖茨是一个不忠诚的破坏者 英国每日电讯 共和党国会议员马特 盖茨和其他八名共和党人通过投票 将现任众议院议长凯文 麦卡锡罢免 给美国众议院带来了混乱 这是国会历史上首次在国会任期内 通过全体众议院投票罢免议长 这一罢免引发了人们对共和党在众议院 和整个党派能力的质疑 盖茨的行动损害了该党在2024年选举中的前景 并使众议院陷入混乱状态 FTX联合创始人表示 Bandman Fryer的公司 多年来一直在拿走客户的钱 金融时报 据一位前大学室友和同事的证词 加密交易所FTX的创始人珊姆 Bandman 弗里德秘密使用了交易所的客户资金 来资助他的交易公司Alameda Research 家里 王在法庭上作证称 Alameda在FTX上有负债 并且未经客户许可拿走客户的钱 王还透露了一个 只在2022年FTX崩溃前存在的 Alameda的秘密借贷机构 Bandman 弗里德目前正在接受审判 面临电信欺诈和洗钱等指控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 首先 我们了解到 麦卡锡考虑在任期结束前离开众议院 这对于共和党来说 可算是一个巨大的变动 接下来 我们关注到 澳大利亚是否应该使用核能 作为清洁能源的问题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 然后我们来看福克斯新闻台的新董事长拉克伦 莫多克 他将面临很多挑战 接着 我们了解到前士兵被指控 试图向中国提供国防信息 这引发了对中国获取敏感信息的担忧 接下来 我们看到特朗普支持吉姆 乔丹成为众议院议长候选人 这引起了关于他的能力和立场的争议 然后 我们了解到 维维克 拉马斯瓦米 在竞选活动中遭遇的车祸 引发了争议 接着 我们关注到美国 即将归还中国 借来的大熊猫 这引发了动物园面临危机的担忧 然后 我们看到许多俄罗斯人 尽管反对乌克兰战争 却选择返回俄罗斯 接下来 我们了解到 共和党议员马特·盖茨 参与了众议院议长的罢免 给美国众议院带来了混乱 最后 我们关注到 FTX交易所的创始人 被指控使用客户资金 来资助自己的交易公司 这引发了交易所的丑闻 对于这些新闻 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首先 麦卡锡离开众议院 可能是为了稳定党内 但这对于共和党来说 无疑是一个挑战 其次 澳大利亚是否应该使用核能 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平衡经济可行性和环境风险 再者 拉克伦 莫多克作为新董事长 面临的挑战不容小觑 他需要解决网络收视率和诉讼问题 此外 特朗普支持吉姆 乔丹成为议长候选人引发了争议 我们需要好好考虑他的能力和立场 最后 FPX交易所的丑闻 给整个加密货币行业敲响了警钟 我们需要更加关注交易所的合规和透明度 好了 以上就是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 我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的思考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呢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音乐节盗窃是故意抹黑 南洋女主持人含泪控诉 胡锡进肃平 她态度过激 范志毅 中国十年内必尽世界杯 蓝天救援队公布疑似上海女童走失前视频 美国将42家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原因是他们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 等等 请大家收看 音乐节盗窃是故意抹黑 南洋女主持人含泪控诉 胡锡进肃平 她态度过激 综合新闻 据Ed巨浪视频10月5日 一个认证为南洋交通广播主持人 昵称为主持人清清的账号 发布了一段谈论迷迪音乐节盗窃事件的视频 视频中 这位主持人声味俱下 猜测是南洋迷迪音乐节动了谁的蛋糕 才招致有人故意抹黑南洋 并在视频配文中号召南洋人顶起来 同时她在视频中表示 这样的活动有丢东西很正常 网界也有 她还提到 南洋市委书记在迷迪音乐节开始的第一天 在大门口迎接每一位迪迷的到来 活动结束之后 市委书记站在门口送每一个迪迷离开之后才离开 视频最后 她表示 对于我们做错的 做的不好的地方 不管是挨打挨骂 我们都站着忍着受着改正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那些故意的拉踩和抹黑 随后 中国知名媒体人 胡锡进凭南洋女主持人含泪控诉认为 她的态度过激了 胡锡进说 非常理解这位女主持人 对家乡南洋因尼第一月节发生偷盗事件 而生育受损的那份难过和不平 但我觉得她对网友的态度过于激烈了 南洋官方已经确认了偷盗的发生 一些网友骂骂 应当说是舆论场的正常反应 那些反应不能不说有些激烈 但互联网舆论场通常就是这个样子 女主持人直接对连损代骂南洋的那些网友 吃他们抹黑南洋 如果认真摆礼 我相信她摆不赢 所以我认为她的态度过激了 不过她的怒对毕竟不是通过南洋官方媒体平台发布的 而完全是她个人通过互联网的情绪释放 这样的个人情绪我认为又是可以理解的 胡锡进呼吁大家不要把女主持人的怒对 当成整个南洋式的态度 南洋官方正式道歉了 同时做了适当说明 还承诺补偿被盗者的损失 胡锡进说南洋是古城 让我们一起支持她为了重新追上时代潮流所付出的努力 蓝天应急救援队公布疑似四岁女童走失前视频 澎湃新闻 10月4日 网传一名四岁女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海滩走失 6日 上海蓝天应急救援队发布视频称 疑似是黄元新走失前的视频 上海警方通报四岁女童在海边走失 警方接警后立即组织大量警力沿海边展开拉网式搜索 始终未发现女童踪迹 4日 浦东警方会同消防救援总队 组织蓝天 后天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开展全方位搜索 初步排除了女童被他人带离海滩的可能 直至傍晚 其父最终在监控中指出了自己和女童分开时的准确方位 民警据此 在图像中的近百人里发现了疑似女童的身影 其在原地等候约10分钟后 向水边走去 在水边摔倒后消失在海浪中 目前 浦东警方已协调水文专家分析水流走向 以进一步开展搜寻工作 范志毅突爆惊人言论 中国十年内必尽世界杯局赛 香港名妖 杭州亚运港族历史首度晋升四强 国族却在八强止步 国族持续在低谷徘徊之际 前国族主将范志毅却发表惊人言论 指出中国在十年内一定能够再次打入世界杯局赛 范志毅由足球名宿变名嘴 他在老范说亚运节目中 回应网民提问 认真表示 十年内 你们肯定能看到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赛场 今天是我说的 他的自信实在不知从何而来 经界亚运中国纵有主场之力 男足八强止步 女足亦在四强不敌 仅派小将出战的日本 最终获得铜牌 另外两大球男队表现意味如理想 男子篮球准决赛 曾在领先菲律宾20分的情况下 末段遭逆转 铜牌战力压中华台北拿回安慰奖 男排晋升决赛 不敌上届冠军伊朗 已算是最有交代一对 中国足球泡沫爆破后 大排外援 教练四散 部分球队破产 散斑 欠星丑闻停不了 中超联赛水平极跌 前国足主帅李铁被捕 引发的反贪行动 更席卷中国足球最高层 引发中国足球界 以至中国足协内部多人被捕 国际足联为沙特阿拉伯 举办2034年世界杯铺平了道路 英国独立报 国际足联最早将于2024年10月 确认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国 沙特阿拉伯被普遍认为将赢得主办权 尽管对竞标过程有些批评 2030年世界杯将由摩洛哥 葡萄牙和西班牙共同主办 其中三场比赛将在南美洲举行 以纪念该竞标赛的百年庆典 在南美洲举办比赛的决定 使该地区无法竞标2034年的世界杯 预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联合申办 2034年世界杯 美国将42家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原因是他们支持俄罗斯军事行动 路透社 美国商务部将42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名单 原因是他们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部门 这些实体向俄罗斯公司供应了美国原产的集成电路 该部门还将来自芬兰、德国、印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英国的七个实体列入了该名单 印度警方指控中国电信公司资助正在调查的新闻门户网站 路透社 印度警方指控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和Vivo协助非法转移资金 给一家正在调查传播中国宣传的新闻门户网站 这些指控在8月17日提交的一份警方投诉中被列举出来 投诉指控该新闻门户网站Newstreet的创始人间编辑与一个鲜为人知的志愿组织共谋 以破坏印度的主权并引起不满 警方文件声称 大量资金从中国流入 用于推动批评印度政策和项目 捍卫中国政策和计划的有偏见新闻 小米和Vivo否认了这些指控 从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中汲取教训 可以帮助防止下一次危机的发生 华尔街日报 1973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 对美国的能源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它引发了对能源独立的追求 并塑造了美国对能源安全的态度 然而 今天面临的能源风险与上世纪70年代大不相同 领导人需要学习新的教训并制定新的策略 在全球市场上 实现能源独立是不可行的 即使成为净能源出口国 也不能保护美国免受石油市场的波动 真正的能源安全来自于减少石油使用 并发展替代能源形式 整合的能源市场可以吸收冲击 良好运行的能源市场 通过允许供需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来增加安全性 1973年的汽油短缺问题 在于石油价格管制和复杂的分配系统 如今 如果发生试图禁运石油的情况 贸易流量将会因价格上涨而转移 将痛苦分散给所有全球买家 无论是石油还是清洁能源 多样化对于能源安全至关重要 向清洁能源的过度将依赖于关键矿物质 通过更多的贸易伙伴关系 实现供应商多样化将增强安全性 应对价格波动需要一个大工具箱 包括战略储备和监管框架 在快速增长的清洁能源材料市场中 还需要新的协调政策和共享数据的论坛 以增强协调和透明度 随着世界纪念阿拉伯石油禁运50周年 领导人必须从过去的教训中吸取经验 并制定新的策略来应对当今的能源风险 向清洁能源的过度带来了新的挑战 需要采取积极权炼的方法来确保未来的能源安全 美国国家团结对中国政策意味着什么 外交官 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呼声 要求停止国内政治争斗 以免破坏美国对华外交和安全政策 预计两党都将加强反华言论 以争取公众支持 这可能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 正如五月份关于债务上限的对峙所展示的那样 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紧张局势 有可能波及经济和外交事务 并影响美国的韧性 国内凝聚力的不足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破坏性影响 正如美国参与中东和非洲事务所付出的 近5.4万亿美元和约1.5万名美国人的声令所证明的那样 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担忧 是决策者们最关注的问题 因此 在考虑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时 必须考虑国内凝聚力的因素 对待中国的可持续方法 应避免过于自信和焦虑 外交官必须围绕一种 更深入理解国内限制和认知偏见 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参与模式 来建立国内支持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定期为您带来新鲜 有趣新闻的观察员 本期新闻中 女主持人轻轻因南洋因乐节的盗窃事件 发表了一段充满情感的视频 并呼吁南洋人挺身而出 胡锡进对女主持人的态度表示理解 但同时认为她的怒对过于激烈 这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另外一则新闻是关于一名四岁女童 在上海海滩走失的消息 上海蓝天应急救援队公布了女童走失前的视频 并展开大规模搜救 我们都希望女童能够平安无事 也呼吁大家提高警惕 保护好孩子的安全 还有一则关于中国足球的消息 前国足主将范志毅表示 中国队在未来十年内一定能够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 这个言论引起了许多争论 因为国足的表现一直不太理想 范志毅的自信来源不得而知 但我们都希望中国足球能够有一个好的发展 在国际新闻中 美国将42家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 印度警方指控中国电信公司和智能手机制造商 帮助非法转移资金 国际足联将于2024年10月 确定2034年世界杯的主办国 这些都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事件 我们需要关注并思考其中的影响 最后 美国国内的政治纷争也对中国政策产生了影响 两党之间对华言论的加剧 可能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 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更深入理解国内限制和认知偏见 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参与模式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的内容总结和我的观点分享 我们期待听到您的想法和提问 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整个婚礼现场都没了 中国徐州重演林原购 音响 椅子 道具 甜品台 被村民连夜搬空 上海海滩走势女童疑似在水边摔倒后 消失在海浪中 在橄榄油价格飙升之际 西班牙警方查获了74吨被盗橄榄 黄金正在失去其光芒 塔利班发誓 保护中国公民在阿富汗 是只为我们自己的人 议长说 俄罗斯议会将考虑撤销批准 禁止核实验条约 许多人渴望相信 山姆 班克曼 弗里德 等等 请大家收看 上海海滩走势女童疑似在水边摔倒后 消失在海浪中 澎湃新闻 10月6日下午 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浦东警方获悉 10月4日18时40分许 一对夫妇到浦东公安分局临港新城派出所求助 称其4岁的女儿在海边游玩时走失 据女童父亲称 当天携家人至海边游玩 其带领女儿黄某某到达离海水约20米左右的沙滩玩耍 过程中 其返回取手机 将女童独自留在沙滩上 11分钟后 其回到沙滩后未找到女儿 因天色昏暗找寻未果 随向警方求助 接报后 浦东警方立即组织大量警力沿海边展开拉网式搜索 消防部门出动了红外感应无人机 相关人员进行了彻夜搜寻 始终未发现女童踪迹 次日 浦东警方会同消防救援总队 组织蓝天 后天等6支救援队伍 近200人 开展全方位搜索 同时 组织人员对海滩周围20余个监控探头逐一排查 初步排除了女童被他人带离海滩的可能 因现场探头距离很远 人在图像中只能显示为模糊的白点 直至傍晚 其父最终在监控中指出了自己和女童分开时的准确方位 民警据此 在图像中的近百人里发现了疑似女童的身影 其在原地等候约10分钟后 向水边走去 在水边摔倒后 消失在海浪中 目前 浦东警方已协调上海海洋大学和海事大学的水文专家分析水流走向 以进一步开展搜寻工作 广大市民如有相关线索 请及时与警方联系 整个婚礼现场都没了 中国徐州重演林原购 音响 椅子 道具 甜品台 被村民连夜搬空 综合新闻 一婚庆公司负责人 10月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布置的婚礼场地被清空 这是第一次丢场子 他表示 10月3日凌晨3点 做好婚礼场地布置 7点过去时 现场被清空 后在垃圾桶旁 找到做好的花艺 在农户家里 找到708散的横架 道具和音响 事后 根据现场现有情况进行补救 让婚礼得以完成 新人扣了尾款1700元 据央广网 10月6日 记者联系到负责该婚礼的 婚姓公司负责人大小 他透露 10月3号的婚礼 我们12号晚上8点 在徐州同山旅良风景区 十里信花村 开始搭建布置现场 10月3号凌晨3点搭建完成 3号早上7点回到现场 发现整个婚礼现场都没了 我们的音响 椅子 道具 甜品台等设备都没了 损失大概小一万 3号早上8点 经过多方联系打听 他们在距离婚礼现场 200米以内的村民家中 找到了大概七成丢失的 道具和设备 婚庆公司负责人大小告诉记者 当时找到部分设备后 就急忙继续去布置婚礼现场了 现在还有部分花衣 百件等小物件未找到 今天早上当地派出所已联系我 调查需要时间 我们理解也相信警方 另据央广网报道 记者还联系到了徐州市 同山区一庄镇相关工作人员 他表示 我们现在了解到这个事情 可能是场误会 婚庆公司3号下午就报警了 派出所正在调查 我们等待警方调查结果 另据红星新闻报道 10月6日 警区所在的马迹村负责人 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 场地是镇里环位公清理的 是一场误会 另据报道 婚庆公司负责人 10月6日再次发文称已报警 他补充道 和新人讨论方案很久了 婚期将近时更换方案 从酒店改到室外 当时也给新人建议过 不要使用该区域 放在家里附近最合适 但新人未采纳 婚礼地点到新人家里 约有6公里 10月6日傍晚 该负责人 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 当地政府已介入解决此事 习近平或10月底访问越南 路透社 路透社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可能将在10月底 或11月初访问越南 中越两国官员 正为此展开准备工作 路透社星期五 10月6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中越双方正在拟定联合声明 而这份声明将在习近平访阅期间发布 消息人士称 双方正在探讨 同属命运共同体这一说法 而越南官员对这一提法持谨慎态度 消息人士也说 联合声明可能会提及这一点 而此举可以被解读为两国关系获得提升 报道称 此行还没有对外公布 之后也有可能会取消或推迟 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 星期四十月五日在记者会上 回应与此事有关的问题时说 越南所有重要外交活动 都将在适当的时候对外宣布 塔利班发誓 保护中国公民在阿富汗 是只为我们自己的人 英国独立报 塔利班承诺保护中国 免受阿富汗的恐怖威胁 此前 中国工人在该国遭到一系列袭击 中国一直在加强 与塔利班政权的贸易和基础设施联系 并成为该组织接管后 第一个恢复在喀布尔大使馆的主要大国 专家担心 中国对塔利班的支持 将削弱西方外交努力 无法对该组织 在妇女权益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上 施加压力 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都没有正式承认 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统治者 议长说 俄罗斯议会将考虑撤销批准 禁止核试验条约 加拿大环球邮报 俄罗斯正在考虑撤销 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CTBT的批准 此前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评论说 他还没有准备好说 俄罗斯是否需要恢复核试验 就在普京发表评论几个小时后 俄罗斯最高议员 维亚切斯拉夫 沃洛丁 罗特斯拉·沃勒等宣布 国家杜马将迅速考虑这个问题 恢复核试验可能标志着 大国之间新的核军备竞赛的开始 大国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 停止了试验 拜登计划在旧金山与中国的习近平会面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白宫计划在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美国总统桥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对面会晤 这次会晤被视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 近年来由于台湾新冠疫情起源 间谍指控 人权关切和贸易关税等各种问题 两国关系一直紧张 尽管美国官员表示 这次会晤的可能性相当确定 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定未对该报道做出具体评论 两位领导人上次亲自会面是在六年前 当时习近平访问了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府邸 柴油价格下降 因为俄罗斯解除对海上出口的禁令 金融时报 俄罗斯已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 这一禁令引发了人们对燃料全球供应紧缩的担忧 由于国内短缺 俄罗斯曾实施了这一禁令 但现在莫斯科方面表示 只要将生产的一半柴油出口到国内市场 出口就可以恢复 这一禁令导致柴油价格飙升 但在解禁消息传出后 欧洲的柴油价格下跌了超过3% 这一举措被视为俄罗斯试图控制国内价格 并保持其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地位 致命台风 Coin-O正朝着中国南部和香港逼近 英国独立报 台风小狗在给台湾造成破坏后 即将袭击中国南部和香港 这场台风给台湾带来了创纪录的阵风 造成了广泛的破坏并导致数百人受伤 一人在台风引发的降雨和交通中丧生 近400人受伤 预计随着台风沿中国南部海岸向西移动 它将减弱 但仍会有大雨和强风 中国广东省已暂停数十条渡轮航线 并警告游客远离海滩度假胜地 在台湾 援助和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中 政府派遣直升机恢复电力和电信 走私的老鼠和水塔在飞机上逃脱 引发了飞行途中的恐慌 英国独立报 乘坐越界航班从曼谷飞往台北的乘客们大吃一惊 当一只巨大的白话大鼠和一只水塔 从一名乘客的手提行李中逃脱 并开始在机舱中游荡 机上工作人员试图捕捉这些动物 并最终成功 尽管其中一名员工在过程中被咬伤 一旦飞机降落在台北 官员们在乘客的行李中发现了更多的动物 包括一只土拨鼠 两只水塔 二十八只新龟和两只未知的镊齿动物 这名乘客是中国人 现在面临着高达2.5万英镑的罚款 因为他走私了这些动物 目前尚不清楚 这名女子是如何设法将这些动物 带过泰国苏万纳普机场的安检的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动物被走私通过该机场 因为在2021年上半年 就有超过一千只走私的野生动物 在那里被发现 美国选民对拜登扩建边境墙的反应 BBC 拜登政府宣布 计划在德克萨斯州 修建边境墙的新部分 尽管遭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批评 一些共和党人指责拜登总统虚伪 因为他在竞选期间 曾批评过边境墙 另一方面 民主党人认为边境的障碍是无效的 这个决定引发了选民们的不同反应 一些保守派认为 修建边境墙本就不应该停止 它对于边境安全是必要的 然而 其他人认为应该将重点放在移民改革上 寻找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 一些人建议与中美洲政府合作 改善他们人民的生活 而另一些人则提议实施客工计划 反对修建边境墙的人认为他不会解决移民问题 应该把重点放在修复破碎的移民法律 和建立更高效 更人道的系统上 总体而言 对这个决定的意见各不相同 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而其他人则认为这是对政治压力的错误回应 新报编辑委员会 加拿大必须坚定追求 对被谋杀的加拿大西克教徒的正义 多轮多星报 加拿大政府最近披露 印度政府的特工可能与在加拿大境内谋杀一名加拿大公民的事件有关 这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并引发了对加拿大外交政策的质疑 印度政府对这一情报予以了荒谬的否认 并驱逐了加拿大外交官 并冻结了加拿大旅行者的签证 加拿大政府呼吁进行私下谈判 并寻求其盟友的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事件凸显了加拿大在面对大国霸凌和恐吓时的脆弱性 以及解决其全球地位的必要性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给大家带来新鲜有趣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来看看上海海滩走失女童的案件 这个案子可真是让人担心 小女孩竟然在海滩上消失了 据说她的爸爸把她一个人留在沙滩上 自己回去取手机 结果回来时 女儿已经不见了 警方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行动 但至今仍未找到女童的踪迹 希望这个小姑娘能够平安回家 也提醒大家 在外出游玩时要时刻保持警惕 特别是对于孩子的安全要格外留意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徐州的婚礼场地被搬空的事件 这可真是一场闹剧呀 整个婚礼现场居然被人清空了 音响 椅子 道具 舔艇台都不见了 据说婚庆公司的负责人找到了一些设备 但还有一些小物件仍未找到 而这个事件被误解成了林元购 其实是一场误会 当地政府已经进入调查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让新人能够顺利举行婚礼 还有一个让人感兴趣的消息 那就是习近平可能在10月底访问越南 这次访问被视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 近年来中越关系一直紧张 我们期待这次会晤能够给两国的关系带来积极的推动 此外 塔利班承诺保护中国公民在阿富汗 称他们是中国公民为我们自己的人 这可真是让人感到意外呀 毕竟 中国一直在加强与塔利班的贸易和基础设施联系 成为该组织接管后第一个恢复在喀布尔大使馆的主要大国 不过 这也引发了一些担忧 担心中国的支持会削弱西方对塔利班的压力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核试验条约问题 据报道 俄罗斯正在考虑撤销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 这可能标志着大国之间新的核军备竞赛的开始 而这个条约在苏联解体后的几年里曾停止过试验 另外 根据报道 白宫计划在下个月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面对面会晤 这被视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 虽然这次会晤的可能性尚未得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具体评论 但我们期待这次会晤能够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还有一条有趣的新闻 俄罗斯已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 导致柴油价格下跌 这一举措被视为俄罗斯试图控制国内价格 并保持其在全球石油市场中的地位 最后 我们来看看台风 Coinel即将袭击中国南部和香港 这场台风给台湾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数百人受伤 预计随着台风向西移动 它将减弱 但仍会带来大雨和强风 中国广东省已经采取了措施 暂停渡轮航线 并警告游客远离海滩度假胜地 最后 我要呼吁大家对这些新闻内容 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上海海滩走失女童的案件 你有什么建议 对于拜登计划与习近平会面 你有什么期待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欢迎大家收看 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 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计划在旧金山 与中国的习近平会面 2023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是伊朗活动家 纳尔格斯 莫哈迪 被监禁的伊朗活动家 纳吉斯 穆罕默迪 因为为女性压迫而斗争 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战略 有效吗 他们已经无国及十年了 现在许多人面临 被驱逐出境的困境 等等 请大家收看 拜登计划在旧金山 与中国的习近平会面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白宫计划在下个月 在旧金山举行 美国总统桥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面对面会晤 这次会晤 被视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 近年来 由于台湾新冠疫情起源 间谍指控 人权关切和贸易关税等各种问题 两国关系一直紧张 尽管美国官员表示 这次会晤的可能性相当确定 但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 定未对该报道 作出具体评论 两位领导人 上次亲自会面是在六年前 当时习近平访问了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府邸 2023年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伊朗活动家纳尔格斯 莫哈迪 华盛顿邮报 伊朗人权活动家纳尔格斯 诺罕莫迪因他在伊朗反对妇女压迫 倡导人权和自由的斗争 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诺罕莫迪目前正在 德黑兰伊万监狱服刑 他继续为女性囚犯 面临的条件发生 他已经被逮捕13次 被判有罪5次 总共被判31年监禁 和154边刑 莫罕莫迪尽管被监禁 但仍坚决继续他的工作 这一点得到了其他活动家的赞赏 并被视为他人的激励 诺贝尔和平奖 将有助于引起国际社会 对伊朗妇女权益斗争的关注 此前在一名年轻女子 在拘留期间死亡后 伊朗发生了抗议活动 莫罕莫迪此前 曾因捍卫人权和新闻自由的工作 而获得无国借记者组织 美国笔会文学晚宴和联合国的认可 他是第五位 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 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战略有效吗? 路透社 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推动与中国接触 目标是在11月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对此举的批评者认为 这可能会延迟对中国的制裁 出口管制和竞争 然而 美国政府认为 对话是必要的 以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 解决不公平的商业行为 并改善两国关系 批评者还认为 美国一年的外交努力 未能解决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 美国知识产权的盗窃问题 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 他们已经无国及十年了 现在许多人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困境 纽约时报 多米尼加共和国当局正在将居民驱逐到海地 其中许多人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出生 但因为父母是海地人而被拒绝入籍 该国正试图应对一波波越境来到多海边境的海地人 这是由于海地总统洛弗内尔 莫伊兹遇刺引发首都普遍的黑帮暴力所致 去年 有超过11.3万人被驱逐到海地 预计今年这个数字将翻倍 缺乏国籍意味着人们被拒绝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 教育和就业机会 倡导团体认为 这些驱逐行为违反了宪法和国籍法 2010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宪法经过修正 将无证移民的多米尼加出生子女排除在国籍之外 2013年 一向法院裁决进一步限制了他们获得国籍的途径 作为对批评的回应 总统路易斯 阿比纳德表示 他的移民政策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 国际社会应该帮助海地 引用阿塞拜疆的人道主义危机 加拿大航天局避免参加国际太空大会 加拿大CBC 加拿大航天局CSA 由于对东道国阿塞拜疆的人道主义危机表示担忧 为参加今年的国际宇航大会 阿塞拜疆在内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发起了一次反恐行动 导致十万多名亚美尼亚族人流离失所 加拿大航天局表示 将继续推动和平 可持续的太空探索 造福人类 此举是在国际社会谴责 并呼吁对阿塞拜疆实施制裁之后 欧洲议会投票赞成制裁 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称其为全球外交的完全失败 诺贝尔和平奖将在奥斯陆宣布 获奖者将从350多个提名者中选出 美联社 被囚禁的活动家纳尔格斯 诺罕默迪因他在伊朗反对妇女压迫的斗争 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诺罕默迪曾是伊朗被禁止的人权捍卫者中心的副主席 他曾多次被监禁和判处严厉的刑罚 他于2022年11月在参加一位抗议活动受害者的悼念活动后被逮捕 诺贝尔奖金为1100万瑞典克朗约合100万美元 获奖者还将在12月的颁奖仪式上获得一枚十八克拉金牌和毕业证书 印度尼西亚计划于下个月发布200亿美元的能源转型计划 路透社 印度尼西亚计划于下个月公布其价值200亿美元的能源转型投资计划 据一位政府官员透露 这个名为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的项目旨在解决资金和能源混合问题 最初计划在8月份推出 但由于对资金细节和印度尼西亚对煤炭发电依赖程度的分歧而推迟 该计划预计将于11月1日发布以接受公众反馈 正式启动计划预计在11月20日左右进行 目前印度尼西亚超过一半的电力容量来自煤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六博士来自六度世界的观察员 负责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新闻和深入分析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 首先白宫计划在下个月在旧金山举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 这次会晤被视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 接下来是伊朗活动家纳尔格斯 莫哈迪获得了2023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他因为在伊朗反对妇女压迫和倡导人权自由方面的不懈努力而受到表彰 此外被囚禁的伊朗活动家纳基斯 诺罕·诺迪也因为他的努力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然后我们谈到了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战略 这引发了一些争议 再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驱逐居民的问题 这引起了一些国际社会的关注 最后 我们谈到了加拿大航天局 应对阿塞拜疆的人道主义危机表示担忧 而取消参加国际太空大会的事情 那么 让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美国和中国的会晤对于稳定两国关系非常重要 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争议和矛盾 但对话和交流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同时 这次会晤也为两国领导人提供了一个机会 重新建立互信和合作的基础 接下来 莫哈迪和莫罕默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是对他们在人权和妇女权益方面的不懈努力的肯定 这些活动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风险 但他们仍然坚持不懈 为他人发声和捍卫正义 他们的工作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也激励了其他人 我们应该继续关注和支持这些勇敢的人士 并为他们的努力喝彩 关于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战略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有人认为对话和交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而有人认为这可能会延迟对中国的制裁和竞争 事实上 两国之间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争议 但是 我们不能忽视对话和合作的重要性 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只有通过对话 我们才能够找到共同的利益 解决分歧 实现和平稳定 最后 我们谈到了多米尼加共和国驱逐居民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权问题 影响了许多人的生活和未来 我们应该关注这些人的困境 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支持和援助 同时 多米尼加共和国应该尊重人权和国际法 确保这些人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对以上新闻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问题有何看法 欢迎大家提问和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下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